天父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在世界越来越变的人心苏临 情淡薄的时候 你为我们是这么一个爱的团契 用这样的团契来引导我们 来造就我们 来兼顾我们 感谢天父 让我们的生命得着益处 求天父给予我们平静安稳的心 让我们的熟悉一人 能够借着这样的环境 思想自己 到底人生需要什么 到底过去不走的路 到底是为了什么 让我们真的都能够快快的 都能够回准来 来归向你 能够得到真正的治安 能够知道什么是值得我们去追求爱的 什么是应该放手的 感谢赞美 求你也借着今天这个聚会 更深的启发我们 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 得到照亮 得到光照 感谢赞美主 求你祝福这个平台 也祝福我们 这个平台上六个 姊妹们的生命 祝福我们的生活 祝福我们的家庭 特别是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 求你真的是 因着我们爱你 信靠你的缘故 愿意来跟踪你的缘故 你也把这样的恩 来分赐给我们的家人 还没有信主的家人 感谢赞美主 求你保守我们今天的聚会 让我们真的能够 欢欢喜喜的领受你的教导 哈利路亚 如此的交托 感恩 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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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主啊 我们在这圣上感谢 感谢你 我们家人都是平安 都是健康的 还没有坏消息传来 都是好消息了 感谢主 让我们家里有良 也不缺乏 感谢主 哈利路亚 主啊 是的主啊 也求主继续的 降下你的恩 恩典 把你的话语能够 解开 发出亮光 把那个圣经的话语 从生米变成熟饭 让我们能够消化 咀嚼 觉得甘甜 感谢主 哈利路亚 祷告 封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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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 阿们 阿们 太好了 来 我们这个礼拜 有没有 有没有人有那个 见证 我们听话的时候 真的是听到 听到不好的就 为自己祷告 为人祷告 听到好的就 感谢赞美主 所以这个 这个聆听很重要 我们常常 你知道耶稣基督 在世界上的时候 他常常去跟那些罪人 吃饭 吃吃喝喝 上次我就想起来 熊丹讲 他以前 觉得人家这样 吃吃喝喝好浪费时间 可是他现在 灵命增长了 灵命增长的人 是一个很喜乐的 很喜欢跟罪人在一起 像耶稣基督那样子 法律塞人呢 就是那种宗教的灵 挟制住 看这个也不对 那个人也不对 这个也不好 那个也不好 一天到晚严肃的要命 一点洗都没有 所以那个 耶稣其实是很平易近人的 所以我们 这个平易近人非常重要 我们不要当法律塞人 懂一大堆圣经 然后一点都没有喜乐 也没有爱 我们要当一个 耶稣样子的 耶稣样子的 神的儿女 充满喜乐 充满爱心 就是很会 很会享受生命 就记得 耶稣常常跟人家吃饭 耶稣常常到哪里 跟人家吃饭 去那些婚礼 那些宴席的 所以耶稣 其实 是要我们享受生命 不是说花天酒地 就是有人请你 有人在旁边的时候 真的好好享受他们 好的 真是 如果不耐烦的话 感觉到不耐烦 就表示 我们要来进步了 要把里面的残渣 统统搅出来 有时候神让我们在一个 环境里面 我们就不耐烦 我们就知道 原来我们还有不耐烦 因为那个圣灵的果子是什么 仍爱喜乐和平 还要 还要有那个 patience patience就是耐心 爱心那些 你这个礼拜 有没有什么好事情发生 我们前才几米远的地方 就有几棵大树长好高 好像很快都要遮到 我的 遮到那个阳光了 我就有点 我说我又这么需要阳光 这遮到了我这一天 本来 它即使不遮我一天 也只能够晒到 两个多小时的太阳 所以这一遮的话 我就 那更少了 我这心里有点愁烦 结果呢 哇 我发现院子里面 就有那棵大树 它居然全部都枯干了 哇 神怎么这么体贴我呢 哇 我本来就去找那个园林的 我说是不是把它锯掉 我们真的不需要 这么大一个树 挡在自己的窗前 对 但是他们不理会 啊 我们那里很多的树 就是栽在离那个门 离你的门窗 大概就是两三米远的地方 就很大一棵树 别的那么多都没有死 就死了 这个叫我有点烦心的 这一棵树 太 哇 感谢主 感谢主 这么体贴 这么爱您 又欢喜 又敬畏 那种感谢 太好了 感谢主 感谢主 啊 好 来 那个 下一个谁 我觉得这两棵树呢 总的来说还是平安的 不是像原来 一定当晚情绪不好啊 对啊 怨啊 实际上自己又不认罪 总是要强大的别人在头上啊 所以这样以后 自己认真回考以后 实际上原来总是跟老公过不去 总是跟他有理无理 没人吧 只要找他扯屁 有日有日 你去宣泄 这个以后老师说 有话就跟神说 自己在那里多多多的 晚上说 早上不是那个有什么事情 就说多多多一个 对 你还好 对啊 你还好有个老伴在那边 帮你做饭 现在我就 他就很乖巧的 现在是天天做饭 乖巧 在网上学到什么新东西就做 哎呀 改变很多 都改变 真好 哎呀真好 你的老公好乖巧 哎 那是想 做吃的 太好了 真好 太好 感谢主 感谢主 原来就没方向啊 真是被邪灵误悔把我们瑕疵了 哈哈哈哈 真的 嗯 对啊 真的是 呀 谢谢 感谢主啊 谢谢分享 好 我说吧 这两周 有一件好事就是我又解释了一个信耶稣基督的而且他蛮秦成的 嗯 太好了 聊天了他就说他是一个是个技术徒 他一说他是一个技术徒呢我就说我也是一个技术徒 等于说就那个后来我发现他比我虔诚的多 而且他每天还读圣经每天这个祷告啊什么他坚持的蛮好他还跟我什么见证的什么他就他就跟我谈他就蛮多体会 哎我觉得还是还是对我还是有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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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他邀请我参加他们的那个什么还有个小组活动 我就 太好了 小组活动 但是我我还没参加 我打一条我说我下个星期再说吧 下个星期 太好了 感谢主 所以我就是说这一周要说是这个就是说这也是个见证 多一些基督来往 对吧 真好 太好 感谢主给你新朋友还有新的机会可以活动 他说他说了几个例子 他就说他说他的那个小组里面有一个女的 他说有一个女的非常就是对信徒也是非常虔诚 他说他说我说他什么情况呢 结果他就跟我讲了一下 他说他的这个女的他这个小组女的是一个还比较年轻 可能刚刚退休五十几岁的一个女 他因为他的儿子 他是个独生子 他的儿子可能不是也可能在生活当中或者学习当中或者工作当中遇到了一些事情有点想不开 可能就可能精神上出了一些问题吧 出了一些问题来就跟他等着对着干 他儿子跟他的母亲就对着干 就不愿意住在家里 结果这对母亲的打击就很大 就是说这个母亲就是好像要到崩溃的边缘 后来他信主以后呢 在这个教友啊 就是他的这个姐妹 这个兄弟姐妹的一个帮助下来 就慢慢的这个心情就平静了 而且心情也比较舒适 就是好像能够 就是按照他 按照他的话说 他说如果他不信主他就活不下去了 嗯 他说他不信主他就感兴趣 这个 我说 我这两个星期没有什么大的都是平安 很平安 对 对因为我们的祷告 我跟崇丹都 我们的祷告 那个方言祷告啊 都都为我们自己祷告 也为我们小祖的姐妹祷告 还有为其他的祷告我感觉的 嗯 这个祷告是不单只是对我们 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让我们的家人也能够 在各方面都有提升 什么的 我觉得 我要是 我说 像那个谁啊 那个 那个 那个佩洁啊 我们为他祷告 我感觉他心里面他说的那个话 我感觉他有点 都有改变 我感觉的 感谢 感谢 我感觉的 我就说 我们其他 一般我跟我的女儿 都没什么 说话的 都是有的 不像以前 其他说了什么 哎呀我不想听 就没这个感觉 我感觉 其他都 都算很平安吧 这两个星期 我感觉到我们祷告 哎呀 真的很好 真好 真好 我感觉到我们也受益了 别人也受益了 别人也受益了 那就 那就打结果了 真好 我们都已经 原来的我们的家 别说什么了 就我们的家庭 自己的女儿都什么的 都现在 现在我在 我跟我的女儿都 关系都 说话的 很温柔 什么的 我女儿每一次上班 就抱抱我 以前我觉得 哎呀 抱抱都不想 现在感觉 抱一抱 感觉 很温暖的心 就说明 就说明我自己 就有改变了吧 是 以前老是感觉 其他不喜欢听 就是女儿也好 不喜欢听 哎呀你还是别说吧 这种感觉现在没了 真的感觉 真的是感恩 我觉得 我现在 对 跟熊丹一起 但是我们 有受益了 姐妹们也可以 也有感变 好 谢谢主 哈利路呀 感谢主 太好太好 真好 哈利路呀 感谢主 真好 非常感谢主 OK 好了熊丹 又是压轴好戏了 OK 好 嗯 就是我从老公啊 电话中啊 或者他口中 就是了解到他的继父 现在就是大概90多岁 就想把他的房子 现在的那个住的房子比较大 然后他一个人住 嗯 他的 对我老公的母亲 已经那个老年时代很严重 已经在那个养老院之类的地方 所以他现在呢 他就想把那个房子卖掉 然后就搬 可能想换个小房子 然后呢 就是跟他的那个所有的子 我的老公和他的一个亲妹 亲姐姐是他的继子女 然后他还有三个是他的亲生的 然后呢 他们就是头母义父嘛 然后他们就是反对 不管是继子女还是什么子女 都反对他的父亲这样做 因为他就涉及到一个 他母亲的那块要有一个什么基金 然后售给这几个孩子 然后如果他要卖那个房子 好像他母亲没有那个意志的话 就要他们几个子女 好像要签个什么字 然后他们就好像都对他的父亲 有仇恨感了 就不愿意签字 怕他母亲动用那个基金怎么怎么的 他的母亲就不能在那个地方住了 可能这是道听途说了 是他们真正的不清楚 所以说那个字就一直没签下来 然后我的 加上我的老公 对他的继父是很有偏见的 因为从小的时候不公平待遇 然后呢 他就跟他的那个大姐 大姐还是他爸爸亲生孩子 都反对他的那个 就拦阻 然后我老公就跟他最后剩两个人不签字 后来我 反正就我跟美春兰也祷告了 自己也祷告了 母亲也祷告了 反正就等着了 没想到好快的时间就松动了 就不知道为什么 大概就是一周 两周之内 然后就其他人签了字不说 然后他的那个姐姐 那个主动反的那个人 就跟我老公主动打电话 他们两个就贪 就说大概就是愿意签 因为我的老公说他签 他签他就签 就这样子 至少第一步能够 第二步至于他怎么换怎么弄 就是求神开路了 我就是觉得这个人我不是很 就是见过两次面 就相当于我的那个公民 我就是觉得他很可怜 90多岁还在为自己的那个 来奔忙操劳 这个男主 那个老男主 就是觉得很可怜 反正就是感谢神啊 就是神怜悯 真的耶 真的 真的是神 他昨天就把那个 那个 Nodalization 那个表 就快递寄过去了 哦 昨天寄了 哇 真的是奇迹 是 他听说周阿姨也要换房子 然后就一起祷告了 看神怎么动 哇 你们 你们互相 哇 太好 是 你们这样互相扶持祷告 我真的好高兴 太棒了 哇 你们这个真的是 真的是仁爱小组 太好了 感谢 哇 你们有这些果子 真是 好多见证 以后去教导别人的时候 就用见证 见证是很有能力的 不然道理谁都会说 太棒了 我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们要好地想想 在你的生命中 你最喜欢掌控的是谁 你最喜欢掌控的是谁 就是他在做什么 你就在那边看啊 看啊 最喜欢掌控的是谁 在你生命中 你最喜欢掌控的是谁 谁啊 谁先 谁有答案了 你们想想看 你最喜欢掌控的是谁 一个人 两个人 三个人都可以 以前我最喜欢掌控 是我先生 我不掌控他 我就不舒服 然后再来就是我孩子 一定要掌控我的孩子 不掌控就不舒服 哎呀 那个真的是好辛苦 是问老师 你指的是人还是事物 最想掌控 人和事物都可以 一样掌一个都可以 最喜欢掌控的人 或最喜欢掌控的事物都可以 有些人最喜欢 最要掌控的是钱 有些人 我还遇过 有些人最要掌控的是时间 哇你这个慢一步 他就不开心了 他就要开始催你 或者是人家耽误他时间 他就发脾气 好像在偷他的钱一样 这个 以前我很喜欢掌控我先生 我就是叫他这样 叫他那样 后来改变了 变成 我请 我请神来管他 也是掌控啊 只是不直接跟他讲 因为每次一讲 要吵架 叫神 一天到来就 他这个要贪了 然后后来真的是像那马老师说 哎呀 先把自己管好 可是有时候真的是 没办法控制 就是很喜欢管 这个孩子 真的是 孩子和先生 是磨我们 磨我们磨得大概最 从小时候是父母在磨我们 父母 其实有些人现在父母还是在磨 磨我们 父母 还有配偶 然后还有孩子 没有这些人来磨我们 我们大概 人家大概都不会不好意思讲 外人不好意思讲 他也爱你爱的不够 人家说什么 爱之深 得之切 外面的人 你知道吗 以前我刚生完孩子胖嘟嘟的 我就在那边讲 哎呀 我要减肥啊 什么好难看 人家 你知道人家跟我讲什么 哎呀 你不胖啊 你很好看啊 后来我在想 我大概越胖 他们越高兴 所以外人他不爱你 不是那么爱你 他们不这么关心你 不这么爱你 他也不用 他也没有那个 期望 欲望 欲望来管我们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喜欢掌控的人 是我们很爱很爱的人 然后呢 那个爱的人 就变成我们的偶像 所以我们就 喜欢去掌控他们 有没有人知道 掌控的根源是什么 什么事情都有根源的 譬如说 人家很喜欢吃糖 吃糖的那个根源 是什么 吃糖的根源 可能是他里面 里面的那个爱的 爱的那个油箱 很空 喜欢吃糖的人 他是需要爱的人 他那个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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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人 有那个 有我们的人的油箱 譬如说车子 车子的油箱 你要加汽油 我们人的油箱 我们人的油箱 是爱 没有爱的话 爱是有很多 爱的油箱 满满满的 他跑得很 跑得很棒 跑得很快 然后很有 很有精力 譬如说 家里的人非常支持 他常常感觉到神的爱 可是一个人 每个人都挑他毛病 没有人完全接纳他 没有人真正的爱他 他所有赚来的爱 都是靠着自己的 自己的努力 那个不叫爱 以前我们学过了 那个爱 那个不可爱的 才是爱 爱那个可爱的 他赚来的嘛 我乖你就爱我 我不乖你就不爱我 那我乖的时候 你爱我 是理所当然 因为是我赚来的 所以那个感觉不到 那个爱 那我们这个人 为什么感觉到神的爱 因为我们不配啊 我们是罪人啊 耶稣为我们死啊 神原谅我们的罪啊 所以我们就会感觉到神的爱 那个神的爱 就进来就成为我们的原料 很多时候我如果累了 或者是 或者是那个 没有力气了 或者是说 要强迫自己去 没有喜乐 你一没有喜乐的时候 你就知道你的油箱 爱的油箱 已经空掉了 没有喜乐的时候 很以前不懂的时候 不懂的时候 怎么样去加油 就像一个人饿肚子 他营养不良 他想吃 可是去吃一些垃圾食物 就一直想吃 身体还是没有营养 所以就一直想吃 那那个 我们心灵需要爱的时候 我们常常就去吃垃圾食物 去看电视啊 看连续剧啊 去吃东西啊 因为里面很空虚嘛 就用吃东西来填补 那有些人去吸毒啊 喝酒啊抽烟啊 那些都是来麻木自己的 因为里面那个爱没有 爱不够 觉得好空虚 我们人是需要爱来 所以很多人很努力 要有面子啊 要有面子 就是希望人家能够爱我嘛 爱自己嘛 要有好的学历哦 要有很好的成就 所以大家会看得起我 爱我呀 要有钱哦 要去房子 车子什么的 就是要人家爱 所以你看人家 如果吃甜的东西 表示他需要爱 如果很喜欢吃咸的东西 哇 咸的不得了 就表示这个人的压力很大 很stress 工作很忙啊 或者是睡觉睡觉不够啊 或者是担心啊 很多事情啊 害怕很多事情 他的压力很大的时候 他就很喜欢吃咸的东西 那个根啊 把那个根 把那个根治好了 他问题就没有了 不然你看那个叶子 开始烂了枯干了 以前小时候我种了一个东西 他叶子就一直枯干 我浇水 还是不行 你还是在枯干 我就在那边 我就在那边 在那边问啊 问啊 说什么 怎么会这样子 怎么会这样子 后来我就 有一个那个思念就进来 说你把它挖出来 挖出来看看那个根 只有原来是那个 那个根 根有一个尖尖 最后尖尖的地方 那个下面那一段 开始烂掉了 所以我就把那个 烂掉的把它砍掉 它就好像大概是从下面开始烂烂烂烂烂烂烂 那个根哈 这么多的那个根 我就把下面根切掉 然后再种回去 就好了 浇水它就活过来了 所以那个根很多东西你不能治标不治本 你如果先把根治好了 你上面自然叶子自然就好了 不然有些人去撒 叶子又撒又什么都弄的 根没有治好 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现在是讲根的问题 所以你们猜猜看 一个人很喜欢掌控的人 他那个根本问题是什么 来 我们大家都来猜 一个人很喜欢掌控 他的根本问题是什么 根本问题 还是没有 是不是没有安全感 没有平安 对 你讲对 你讲对 没安全感 没安全感的人 就喜欢控制 控制 因为他没有安全感 所以他就 这个也要控制 那个也要控制 那你知道吗 没有安全感的人 其实每个人都有安全感 每个人都有安全感 没有安全感的人 是因为他们把他们的安全感 放在一个错的地方 譬如说 有些人把安全感 放在儿女身上 儿女好呢 她就很开心 哎呀 儿女不听话了什么 哎呦 他们就好难过 有些人像刚刚那个 周姊妹讲的那个 那个小组里面 那个妈妈她儿子要离开 儿子搬家了 跟她搞对头了 搬家了 她说她如果没有基督的话 她就要她就活不下去 所以她把她的安全感 放在她儿子身上 所以我们以前念过那圣经嘛 所以我们要把我们要在 我们要把我们的房子 盖在石头上 盘石上 因为耶稣才是我们的盘石嘛 我们如果把我们的房子盖 盖在沙土上 儿子啊 她儿子搬走了完蛋 沙土 那个我们以前讲过 晴天 她晴天的时候还好好的 她儿子如果在家呀 听话呀 什么都好好的 可是哇儿子一搬走 哇下大雨咯 刮风哦 淹水哦 那个房子就倒塌了 所以安全感其实就是 没有安全感的人是把自己的安全感 放在那个错的地方 放在不可靠的地方 你想想看 你如果你的安全感 是在不可靠的地方 那你就 就不是真正有安全感嘛 真正的安全感是在不可靠的地方 那那就那个安全感就是 就是这个错误的安全感 那就是那这个人就没有安全感了 因为安全感要放在安全的地方 才安全嘛 你放在不安全的地方 那就不安全了 所以这一点 我们每一次 我们每一次自己 你看好 刚刚那个马子妹说的 我们要先把自己管好 所以你每一次在担心什么事情的时候 想要控制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想想看 我们是不是把我们的安全感 放在这件事情上面 譬如说有很多人喜欢控制钱 他如果银行没有足够的钱 来付那个什么什么 付那个六个月 一年的东西 他就没有安全感 所以那个你看看 那有些人是在时间上面 时间上面 就看 有些人是在先生 儿女一些的 所以你看 我们来 谁来念第一段经节 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 十一章二十节 早晨 他们从那里经过 看见无花果树 连根都枯干了 对 你看 这个耶稣做事情 他就做得很彻底 早晨 他们从那边经过的时候 他们就说 哎呀 就跟耶稣说 你看你看 看见那无花果树 连根都枯干了 所以那个 完全解决的 他咒诅那棵 那棵无花果树 他没有说叶子枯掉 而已 根枯掉而已 不然他明年又长出来了 他是连根都枯干了 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 我们什么事情不要去修理外表 我们要连根修理 就像那个刘姊妹说的 有一次她看到那个 她的家人 把那个公共的地方堆一大堆 那那个时候呢 刘姊妹就可以去祷告 去问神 到底那个根是什么问题 到底这个根是什么问题 你求神来解决这件问题 不然我们常常一天到晚 就是治本 治标不治本 然后我们还以为 我们在去劝导人家 可是好像那个自己眼睛里面 还有一个良母 就跑去挑人家的沙子 所以 所以我们每次看人家不顺眼的时候 第一个去祷告主啊 为什么我看这件事情不顺眼 那个根本问题是什么 我也有根本问题 他也有根本问题 是的 堆东西的人有个根本问题 我要怎么样可以来帮助他 解决他根本问题 以前我有个星期 好爱吃东西 吃的好胖 还是不停的吃 结果呢 我就看到其他的家人 就去跟他 讲说你一天哪吃东西 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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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就没用 反而越来越糟糕 后来我就去问神啊 原来这个家人 他是在填补一个空虚 他心里很空虚 所以我就求主帮助我 怎么样能够帮助他 所以后来神就教导我 要怎么样无条件的接纳这个情绪 无条件的来包容和爱他 然后为他祷告 他现在自己 他现在自己 自己要减肥 没有人叫他减肥 他自己要减肥 这个根本问题是最重要的 我们当世界上的光和炎 是要照耶稣的方法 耶稣是从根开始做的 他连根都把他包括到了 所以我们常常人做事情 光是表面工作 可是那个根 根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这个感谢主 真的求主在求圣灵 亲自在你们灵里面给你们开启 不然都是道理 我们都知道道理啊 就像保罗一样 我想做的 他说的啊 我想做的 我就做不出来 我不想做的 我就偏去做 这个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问题 所以当圣灵来的时候 还有一个经节是说 圣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 阿们 圣灵来亲自的开刀 来改变我们 这个神给我们这个爱 恩慈爱 这个爱 爱 其实 我跟你讲 灵界里面 最最最最最伟大最伟大最强最厉害的武器 在灵界里面最厉害最厉害的武器 你们猜是什么 来谁猜得到 最灵界最伟大的最厉害的武器是爱 我证明给你们看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给我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致面亡反得永生 爱 爱 其实是灵界里面最厉害的武器 然后我们已经知道了 我们不是在跟血和肉作战而已 我们是跟空中掌权的 所以以后看到什么不好的事情 需要矫正的事情 你不要去跟血肉作战 你不要去跟人家讲大道理 因为我们不是跟血肉作战 我们要先去神那边 先看看灵界要怎么办 还有一本书 它是翻译过来的 叫做爱能创造奇迹 有一个人 把他的生命奉献出来 他全身就奉献给神 然后他就去孤儿院 孤儿院 他没有求恩高 他也不是什么有名的人 他要求的就是爱 他求神帮助他能够爱这些孤儿 因为这些孤儿很多人都是残障的 那个残废的 生下来残废的那个父母就把 就把他们丢弃了 所以很多都是残障的 什么在那个孤儿那里面 很多都是大便小便很难闻的 残障的 他就求神给他爱心 结果他的爱心创造好多好多奇迹 好多好多奇迹 就是他的爱心创造出来 所以他写了这本书 他那本书叫做爱能创造奇迹 所以爱其实是我们属灵最大的一个武器 最厉害的武器 所以那个我们在哥林桌前述13章有没有 我们做什么事情如果没有爱的话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得到 好像去投资一大堆时间啊 金钱啊 结果什么收获都没有 那干嘛 所以我们这个常常我们很多时候 宗教人士就是喜欢研讨圣经啊 不要浪费时间什么的 可是真正神的儿女 真是像耶稣那样子 常常跟罪人一起吃饭 跟他们在一起 关心他们啊 了解他们 为他们祷告 所以这个 没有安全 掌控就是没有安全感 没有安全感就是安全感放在错误的地方 就等于是拜偶像 我们把我们的安全感就是我们的希望 放在神以外的地方 只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就是神 我们要把所有的安全感放在神身上 安全感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希望嘛 我们要把我们的希望放在神身上 你把希望 像刚刚那个 周四妹讲的那个 那个 那个妈妈 她把她的希望放在她儿子身上 她儿子搬走了 她活不下去 你把你的希望 把你的盼望 把你一切的指望放在哪里 那个 那个就是你的偶像 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希望放在神身上 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希望放在神身上 因为神是盘石 他绝对不会 他绝对不会 他绝对不会失信的 神的应许是一定成的 有时候我们祷告 我们祷告如果没有得到 没有得到那个结果 我们就去问神到底为什么 以前我讲过 以前我为我先生祷告 祷告半天没结果 结果我就去问神 到底什么原因 原来我态度不对 还有一次是我祷告 祷告错了 以为是祷告对了 其实祷告错了 所以这个你看 来谁来念段圣经 诗篇 诗篇 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 他们的愁苦必加征 他们所交际的血我不献上 我主神也不提别神的名号 对 所以我们常常要注意一下 我们最喜欢管什么 我们喜欢管人吗 人就是我们的偶像 我们喜欢控制 控制那个人吗 哪个人 那些人 所以这个 以别神 别神就是偶像 代替耶和华的 他们的仇底 仇苦必加征 是必 我以前常常讲 圣经讲那个必 不是也许也不是看情形 是必 一定的 一定会加征的 然后这边大卫王就说 他们所交电的血我不献上 就是那些拜偶像的人 所 所出的主意啊 或者是所做的方法 我不去 我不去沾 我的嘴也不提别的神的名号 有一次有一个星期 好像才是昨天 昨天才发生的 哇 哇 那个 他发现 他放在银行的那个钱 人家说 你放在这个银行 我们去投资这个公司 然后可以 可以 赚钱的话 你就可以分红 所以他发现 哇 那个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那个细节太多了 哇 他就突然间 好急哦 要跑去银行 找那个人算账 什么 去找他算账 然后后来他 静下来之后 他说 哇 感谢主 把这个事情 让这个事情发生 因为他以前都不知道 他 那个钱是他的偶像 所以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 其实是 神在我们身上练经 很多事情 不好的事情发生 是神在我们身上练经 就把我们的那个 那个隐藏的 隐藏的事情 把他显露出来了 就显而 显而未陷的罪 我记得以前 很久以前 有一个 有一个妈妈 带他的小儿子来 很小 大概两三岁 哇 跑去弄我的画 你知道我画画 跑去弄我的画 哇 我好生气哦 我就 怕他把我的画搞 搞烂了 就是破坏掉了 哇 我好生气 我就大声叫 叫他说 你出来 你怎么 大声叫 我后来叫完了之后 我才发现 哇 我怎么这么生气啊 因为平常没有人 会动我的画 没有人嘛 只有那个小朋友 所以我那时候就 就 就忏悔 我说啊主啊 我把我那个画 我的画就变成我的偶像一样 我怎么会这么在意啊 所以就去忏悔 忏悔 忏悔 后来 那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自己的那个反应出来 你要好好的思考 为什么我会生气 为什么我会大叫 为什么我会这样子 因为有一个根在里面 所以很多事情 很多时候 神让这种坏事情发生 是因为要练经 因为那个根号 留在我们里面 是不好的 是像那个地雷 你知道那地雷 你不小心踩到上面 就棒爆炸 所以神 所以你每次那个发现 有自己被影响的时候 赶快去 赶快去祷告 说主啊 到底我 到底怎么会这么生气 几年前 几年前 有一次那个人家来 我说那个地板 那个凹凸不平的 那个 请他们来修 结果那个人来说 这个 什么什么 本来就应该叫 什么什么 不知道 那讲一大堆 那个就是不肯修 因为我们房子金买了 他就不肯修 哇 那时候我就好生气 我就大骂那个 大骂那个老板 结果骂完之后 我就回去 我说主啊 我怎么会这么生气 我怎么会对他这么生气 结果神就把我隐而未现的罪 显出来了 生气 生气的时候很多原因 生气的时候很多原因 一个原因是因为受伤了 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你没有原谅那个人 你如果跟谁生气 就表示你没有原谅的人 然后我就说那个老板 他以前没得罪过我呀 他这个地板也不过就是 凹凸不平嘛 怎么会有生这么大的气 后来神就把我隐而未现的罪 显出来了 因为我当初我先生买 买那栋房子的时候 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我那个时候 是在跟他 我是不在我不在 我是在另外一个城市 然后他就看了好了 就买下来了 他没有 我就说你不要这么急的买 你等我回来 然后我跟你一起去看那个房子 然后我喜欢我同意 我们再买 结果他就没有 他就把他买下来了 所以后来神把我 把我显出来了 因为我 因为我没有原谅我先生 所以每一次这个房子 有那个 发现不好的地方 我就生很大的气 因为我没有原谅我先生 因为他 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他就买了这个房子 然后每一次房子有问题 我就生很大的气 所以后来我就 在神面前 就要 就原谅 就原谅我先生 祝福我先生 为我先生 我刚刚祷告 一直到我不生气 一直到那个房子 在出差错的时候 我不生气了 我就知道 OK 那个根辞掉了 所以每次你生气的时候 你要去 所以这边 所以别神 代替耶和华 他们的仇徒 必加增 好来 谁来 谁来念下一段 真言 二十一章第六节 用鬼 在自食来求神的 就是自己取死 所得之才 乃是吹来 吹去的佛云 对 你会不会注意到 那个 喜欢掌控人的人 他们讲话的时候 都不会老老实实讲 好像不是在说谎 可是听起来 他要你想成另外一件事情 然后可以来掌控你 来跟他们合作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 很喜欢掌控 很喜欢掌控人家的人 这个掌控是有一个邪灵在背后 刚刚跟那个谁讲 马姊妹讲 这个邪灵是哪个邪灵 谁知道这个邪灵叫什么名字 是哪一种邪灵 谁知道 谁知道这个掌控的背后的那个邪灵 是什么邪灵 这个灵叫做Witchcraft Witchcraft Witchcraft是什么 我看一下 邪数巫术 邪数巫术 对邪数巫术 为什么 因为这个邪数巫术的人 是干什么 你看 比如说有女巫 比如说人家 某某某个男孩子 想要一个女孩子 跟她结婚 跟她恋爱 有些 古兽 在非洲还是有 她就跑去找女巫 说你可不可以 叫那个女孩子 喜欢我 Fall in love with me 就是喜欢我 那这个女巫 就做法 做法 做法 就 就这个 让这个女孩子 喜欢她 所以这个掌控的灵 是一种做法的灵 在背后 是一个Witchcraft 在背后 那个 那种灵 是跟那个女巫 女巫 法巫术 邪术的 那个灵 是一样的灵 所以这个 这个Manipulation Manipulation 就是掌控 掌控 这个 背后的那邪灵 就是那个 巫术邪术的灵 他怎么样 巫术邪术的人 是怎么样 他喜欢掌控 他喜欢瑕疵 我要你这样子 我就要你这样子 我就想尽办法 要你这样子 所以这个背后 是这个邪术巫术的灵 这个耍巫术是 哎呀 你 呃 什么什么 就是讲一些 讲一些话 不是 就是说 他不是在讲谎话 可是他把部分的事实隐藏起来 然后只讲部分的事实 譬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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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 美国那个 嗯 要不要这样子 譬如说 我讲一个 不要特别的 好了 就是有一种食物 有一种食物 它有 它可以清洗 它可以帮助你 把那个肝脏的毒素排出来 有一种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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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它会让你 它会伤害你的神经 然后又会把你身体中的养分 全部都排出来 它不但排毒 它排养分 也把它一起排出来 然后还会让你那个睡眠睡不好 它那个坏处很多很多很多 可是这个掌控的人 就是这个耍巫术的人 就跟你就是那种广告 像广告也是manipulation 也是在掌控 那个卖瓜的就说瓜田 那个广告就说 哎呀你吃这个 可以帮你那个肝的毒素排出来 可是它没有告诉你 又会破坏睡觉 又会把神经 又会那个损伤神经 然后又会把你身上的养分 也同时排泄出来 它没有讲这些坏处 它就光给你讲一个 一点点的好处 就是目的是什么 要你去买它这个食物 要你去买它这个食物 所以大家就是为什么 是聪动大家去买 所以这个掌控的人 就是怎么样 他要你做一件事情 他就来 他就来给你耍巫术这样 邪术就要你做他 要你做的事情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掌控一个人 也是在耍巫术 因为这个背后的零 是同一个零 以前有个星期跟我说 你讲话不要去影响别人 因为有时候 讲一些话 人家好难受 忘都忘不掉 所以要影响别人 在好 要鼓励啊 建造啊 要那种 那种安慰 鼓励建造的话 不是那种 让人家听得很难过 你怎么这样子 你怎么那样子 你不应该这样子 你不应该那样子 你不应该那样子 应该要先去为他祷告 就是先去为他祷告 让神 像我刚刚那个亲戚 有没有 一天到晚吃 吃的好胖 所以我去祷告 然后去无条件 爱他 神自己去改变他的心 他自己要减肥 他自己要吃的健康 那个才是至根啊 所以这个掌控 鬼大之蛇 你就记得以后 我们每一次在掌控人家的时候 我们讲出来的话就是 鬼大之蛇 用鬼大之蛇 财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的东西嘛 你所得到的财富嘛 财富并不见得是 光是钱 财富也可以是健康 财富也可以是影响力 财富也可以是人家要做你要他做的事情 财富很多种不同的财富 你如果用鬼大之蛇 就是说用掌控人家那个 讲一些话 来影响别人来掌控别人 因为你要他这样做 你就要马上要他这样做 你就看不顺 他不做你就不舒服 他不做你就不 就是一定要他一定 弄到他做为止 这个掌控 就鬼扎的蛇头 你就算你有效果 就算他做了 就算你得到暂时的效果 你看就是自己取死 所得之财 你看就算你得到那个效果 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 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 这个英文我比较 这个英文比较达理 A fleeting vapor Fleeting vapor Vapor就是那个 Vapor是那种水汽 那个像我们烧水 不是有水汽上来吗 或者是我们喷那个 喷那个头发的那个 发焦 或者喷什么东西 喷出来 有一个像那种 水汽的那个样子 像什么喷杀虫剂 那个就是vapor 那个一喷出来很快就没有了 吹来吹去的福音 很快就没有了 很快就消失了 这个英文比较达意 就是像那个很快消失的 的那个水汽 Fleeting就是很快会消失的 然后vapor就是水汽 所以你用那个诡诈之蛇 求来的 就算是得到了 所得之才乃是 吹来吹去的福音 所以以后不要再 就放弃 完全放弃掌控了 不要再去掌控 祷告 求神 根治 从根开始 OK来 谁来念下一段 马太福音 13章11节 马太福音 耶稣回答说 因为天国的奥秘 只叫你们知道 不叫他们知道 对 他们是谁 谁知道他们是谁 不信神的人吗 对 就是讲对了 外邦人 他们就是外邦人 不信神的人 那你们是谁 只叫你们知道 你们是谁 我们是信神 我们是 耶 我们是那一帮人 那一帮人 我们是主 我们是主内的人 我们是主内的人 太好了 太好 OK耶稣回答说 因为天国的奥秘 只叫你们知道 不叫他们知道 你要什么知道 问 你问神 因为神说 问的话就 就会回答你 你找的话 就会寻找得到 敲门 门就给你打开 我常常 那个祷告没有效果 去问神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看人家怎么样 怎么样 看得不顺眼 我说到底怎么样 到底我是什么问题 他是什么问题 你去问 你去问 神就会告诉你 因为天国的奥秘 只叫你们知道 教外帮人知道 那我们就是 是炎 是光 那我们就要来 帮助他们 为他们祷告 你要知道原因 你要知道根 不知道的话 乱搞一通也帮到 但没有效果 还帮到 所以我们要先知道根 要知道根就去问神 所以每次告诉你 不顺眼 要记得先去问神 因为天国的奥秘 要记得 天国的奥秘 只叫你们知道 我跟你讲 你问什么 神都会告诉你 很多人去问 祷告没效果 神都会告诉你 神都会告诉你 还是导致 同样一件事情 还是同样的人 同样的人 没效果 还继续祷告 很多人祷告 没有效果 他也不问 去问 来 最后一节 最后一节 金姐 谁来 哥宁多前书 我们若靠基督 旨在今生有指望 就算比众人更可怜 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 成为 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 对 所以你看我们 我们今生今世的指望 是要永恒的 因为我们今生今世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可是我们的指望是在永恒 因为永恒没有小偷偷 没有虫子来吃 也不会烂掉 也不会贬值 是永恒的 永永远远 所以我们 我们真的是靠 耶稿基督 我们若靠基督 只在今生有指望 那真的是太 真是太可怜了 真的 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 成为睡之人 出熟的果子 所以我们都会跟 耶稣一起 我们都会复活 我们都会复活 我们永恒的财产是在天上 所以每一次你看到人家有什么问题 看到自己不舒服不高兴 我们不要光想到今生即世 我们要想到永恒的 永恒的 你为别人祷告 你是在永恒的 在积财产 我们今生今世也是有平安 也是有健康 可是我们每一次遇到什么事情 做什么事情 就是要 眼睛要看到永恒 你每次为别人祷告 你就是在永恒积存你的财产 以前我们念过了 就是 你的心在哪里 你的财宝也在哪里 你的心在地上 你的财宝就光在地上 你的心在永恒 就是天上 你的财宝 你积的财宝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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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心在哪里 你的财宝就在哪里 所以我们每次做什么事情 你不要光想到今生今世 要想到以后 所以你每次在为别人祷告 你就是在为永恒 你每次爱别人 讲一些安慰 建造的话 你每次包容别人 你每次 原谅别人 你就是在为永恒 在积财宝 因为今生今世的话 大家就争来争去 这个你不对 你不对 你不该这样 你要还给我 你拿我的东西 还给我 什么什么 什么这样 那就只是在今生今世 在想 可是我们的指望 是在永远的 所以你看这边 我们若靠基督 只是今生 只在今生有指望 那就很糟糕 但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 成为碎了之人出手的果子 所以他复活了 就是我们凡是信靠他的人 以后都会复活 所以以后做什么事情 要以永恒为目标 我们要为永恒着想 不要光计较那个今生今世的 上个礼拜我们讲那个走第二里路 有没有 要吃亏那些 吃亏就是祝福 吃亏 你不但今生今世 神会还给你 你在永恒 神还给你加倍还 人家拿走的东西 神加倍还给你 可是如果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去争啊 抢啊 要回来 那你就只有这么多 你抢啊 要回来的东西 你就只有这么多 没有利息 有时候搞了半天 还拿不回来了 把那些精力时间都浪费掉了 那我们还不如就原谅别人 把那些精力时间省下来 为人祷告啊 祝福人家呀 包容啊 练习好好爱人啊 聆听也是爱耶 你每次在聆听的时候 要很多爱耶 你在聆听的时候就是爱耶 那个也是在 又为那个永恒基耶 基财宝耶 你每次在聆听的时候 为他们祷告 为自己祷告 那个也是在永恒基财宝耶 所以我们真的 我们若靠基督 只在今生有指望 那就太糟糕 我们的指望 眼光要开始放在永恒 没有一样的事情 你要靠神 没有一样的事情 是浪费时间 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主的人得益主 爱主的人 你就算跟人家吃吃喝喝的 你跟上次有一个人 一定要请我吃饭 一定要请我吃饭 结果我就祷告 祷告得的印证 就是说神要我跟他去 哇 就是求神预备我啦 他讲一些 讲一些 你不是 不是什么 圣经啊 什么大道理 就是讲一些很平常的话 我就 我就在那个 为他祷告 然后神让我 我就 就让我 降悲到他的那个程度 降悲 因为耶稣也是 降悲到我们这个程度 来 来啊 帮我们洗脚 还帮门徒洗脚 将到我们这个程度 来跟我们罪民在一起 为了要救我们 所以那一次 神就很祝福我耶 有一道菜 有一道菜 我很喜欢 很喜欢吃 可是很难有人 我自己试过来做 做得好难吃 要做得很好吃 不简单 然后有两家餐馆 有那道菜 我去吃了 做得好难吃 我大概上一次 我吃过很好吃的 就是大概 我上大学 就是很久 几十年前吧 很久以前了 十多年前了 可是就是那道菜非常难做 难做 可是做得好吃 真好吃 我好喜欢那道菜 结果你猜 那一次那个人请我吃饭 神要我去跟他吃饭 那一家餐馆 新加了一道菜 它前面写一个new 就是新加一道菜 就是那一道菜 然后我点了 做得好棒 做得好好吃 好好吃 在拉斯维加斯 有很多餐馆 人家如果有做这一道菜 我都去 我大部分 没有做 我也不知道 所有的餐馆 去吃 有两家 很贵 还很贵 好难吃 做得不好 因为我知道好吃的是怎么好吃 结果跑到加州 我过去这两周去加州 结果跑到加州吃到 然后是无意间的 根本不知道 所以虽然说 就是说神 然后后来 他也叫了一道菜 然后他分我一些 也是好好吃 其实我跟他两个 就有一个很高兴的时间 然后怎么 那他的受益很多 我自己也有受益 我的受益是什么 我受到的益处是什么 不是光那几道菜 我受到益处是 我的那个爱的能力 又加深了 你爱那个牧师 很容易爱 你爱那个很能干 很伟大的人 很容易爱 你那个要像耶稣那样子 爱那个罪人 爱那个低下的人 爱那个 有一些人 跟你的那个程度不一样 比你的程度低 这种爱才是深 才是那种耶稣那种爱 耶稣那种爱 才是我们需要追求 真的 爱那个能干的人 很容易的 爱那个不能干的人 很难 尤其是灵性比你低的 爱那些人非常难 所以我受到很多益处 因为神又在我的那个爱上面 又增长了 又让我进步了 所以就是 只要有一颗愿意的心 你只要有一颗愿意的心 你像神要 一定有的 天国的奥秘 只叫你们知道 OK 好 所以我们 我们靠基督 我们的指望是在永生 我先提个小问题 现在家人呢 他们在 两个人跑来 喊我吃饭 可是我觉得上课好珍贵 我就 我就说要他们自己先吃 你们觉得对吗 因为我也确实不饿 有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处理这些日常的事情的时候 好像你要智慧 我有时候那脑子就来不了 就没有主意上来 这个我也是会问主 那他们有没有生气呢 他们就觉得我是入魔了 什么什么的 那这样好了 以后 以后 如果你觉得会造成那个 造成那个 不好的摩擦 你就去吃饭 然后待会听录音就好了 但是根源 就像您说的那个 老师说的 根源还是不在这一顿饭的问题上 根源是因为你爱他们 你将就他们 根源是因为你将就他们 他们就说更加有 有那个 是不是 不理解的地方呢 对 对 所以 很多时候 我将就我家里的人 哦 哦 哦 yeah 那 那 那那个 待会你可以听录音 我也好舍不得 对 我懂你的意思 每个人情形不一样 真的要赶快问主 所以 所以 你知道还有一个 制根的方法 就是你上了这个课 你变得更仁慈 更高荣 更可爱 哇 他们巴不得你去上课 这个是根本的治疗法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以前 我先生 我去教会 他就不高兴 我去什么 聚会 他不高兴 后来呢 我去上 上什么课 哇 我变得 我变得 又不 又不骂他 又不管 掌管他 又不那个 找他麻烦 又不厌恶他 哇 他巴不得我去上课 因为你有果子嘛 对不对 好 那你待会就要乖乖的 当一个好的见证人 OK 就是说 包容 充满恩赐 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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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政 OK 感谢主持人 今天我觉得 我记得最 最老的两点 就是一 那个掌控了 一个现象出现以后 它那里面有一个根 要挖根 而不是针对这个 就是认识 这个事情过去 结果下一件又来了 就是连续去 没完没了 然后第二个就是 灵界征战的 最好的武器 就是爱 就是爱 最厉害的 这点真是 太宝贵了 很多时候 还是自己 灵力贫乏 爱 没有爱出来 比如在 弟媳妇这个事情上 就我从头到尾 就没有真正的 接纳他 就是看不起 就是这样的 带着这样的眼光 对就有点排斥 觉得那个家庭 是那么乱七八糟的家庭 就觉得 很想给他撇开 感谢主 圣灵亲自开导你 感谢主 太棒了 所以你随时 圣灵 催促你离开 跟他们吃饭 你就去 完全自由 完全自由 圣灵亲自带领 好 谢谢主 好 那我先下好吧 今天 谢谢主 OK好 那你先祷告 你先祷告 你倒灌完下去 好的 天父 感谢你 感谢你 为我们预备 这么美好的时光 天父 就求你真的是 听着我们这样的 渴慕你的话语 你就用你的灵 大大地来充满我 充满我们平台上 每一个姊妹 你的灵 就在我们各自的家中运行 做你要做的奇妙的功 你让 哇 我们真的是愿意 批带你 爱子 耶稣基督 愿意在这个世上 在我们有限的 在世上寄居的日子里面 为你去发光 为你做盐 为你去打那美好的仗 但是我们靠着我们自己 真的是不行 我们是真的是 猪般的软弱 何况还有 魔鬼遍地游行 来真的是来 遭到各样的攻击 各样的 各样的抵制 各样的不理解 就求你真的 让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中 在你为我们摆设的 这么艰难的环境中 还能够靠你站立得住 站立得住 还能够活出你 希望我们活出的样子来 主啊 真的是求你的光 照亮我们 照在我们的家中 我觉得我们是多么的需要你 就求你来做这个美善的功 求你来打扫我们心里 这种各样的垃圾 各样的污秽的东西 求你来做 这真正的彻底的清理 让我们真的能够回到起初 你知道我们的那个样子 那么纯凉 那么美善 我们的心仍然趋向光明 把我们引到这个异路上来 你把你的爱放在我们的心里 因为靠我们自己 真是活不出爱来 求你 你的爱 来装在我们心中 让我们真的是 有爱人的心 也有爱人的力量 不是总是励志行善 却行不出来 感谢赞美主 求你也怜悯我的家人 怜悯我们家里 一切还在软弱中 在疾病中 在一切环境的搅扰中 比如说我的姐姐姐姐夫 他们 因着这个 因着这个 马 那个什么 行程马呀 不能够 达到他们的要求 甚至家都不能回 主啊 都求你来怜悯 都求你来看顾 求你带领我们 每一天前面的路 哈利路亚 一切都交在你的手中 感谢赞美主 求你看顾我们 每一个人 内在外在的需要 求你 只有你来充满我们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主 我们这样仰望 交托 都是奉救主 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感谢 感谢 阿们 感谢 好 拜拜 好 那我先下 谢谢 谢谢 来 谢谢吧 是了 我祷告 今天上 这个课 真的是 哎呀 真的是掌控 我现在我就明白 这是我 今天上了这个 这个课就 帮助了我 认识到掌控 那个 真的是那个掌控 这是魔鬼 有时候 有时候我要真的是 通过这个 今天的上的课 我学到了很多了 有时候 我们 这个掌控 看起来好像是 说 对 对被掌控的人 是对他的关心啊 对他的 不放心啊 什么的 其实 不是 被掌控的人 是 是我们 要掌控人 问题是 出在我们 要掌控人 所以我 所以我 现在我 明白了 有的时候 就是你要 就是说 我在家里面 我要 掌控谁啊 我就觉得 好像是 自己的 对他的 爱呀 不放心他呀 安全 在外面安全的问题啊 什么 其实我都把这个 这个都 放在那个 爱的那个安全 都放在别处去的 不是说 用祷告 用求主 来给我们解决 这个给我们的安全感 放错位置了 真的 现在我 我学的这一堂课 我明白过来了 有时候 我们真的是 不由自主的 来做出这样的事情 这个就是 那个 软弱的时候 神就用 在我们的破口中 就 就要你这么做 这掌控 那个掌控就 不由自主 就出来了 这个 有时候我真的是 现在 我有时候 我要 说要 要掌控什么的 其实我的女儿 比我还 说实在的 我真的是 有点骄傲 我女儿都会 说我要掌控她 就管她的时候 她就说 你要 我知道你是爱我 但是你 你不放心 你就用祷告 跟神说 这句话 反而我学习 学到现在 还不如我的 我的女儿 真的是有时候 看了以为是 骄傲 我觉得我也是 有些 骄傲那种 觉得我整天 上课上课 我觉得自己 什么都比 比女儿好 其实女儿 她 她在 平常 我读圣经 看什么的 她其实比我 还 还理会 更多 这个 在这 今天我学了 这堂课 我就 真的是要 哎呀 很惭愧 应该 应该有 什么事都要 跟神来求 祷告 要不 这个 破口 要给 那个 撒旦 撒旦 来操控了 我那 有后真的是 哎呀 很严重 下去的 我还有 那个 还有 还有 学那个 说爱 要做到爱 像耶稣 这样爱 爱那些 不干爱的人 我在这方面 我也做得 不大 不大 觉得 他不是我爱的对象 这样 那个爱心 出不来 今天 我觉得 还是 跟那个 主耶稣 那个 爱 我们真的 差 的天 地那么远 这个不是 靠我们 自己的 那个力量 才说 爱都出来 还是要 要 祷告 要 跟神 来交通 灵清神的 声音 这个爱 才能 从自主的 心里面 出来 现在 我 现在 我在 从 学习了 以后 我这个 还是 有所 有所 改变的 就是 不爱 这个人 我也 不讨厌 他 只能 说 用 祷告 用 祷告 来 为别人 不讨 不喜欢 的人 为他 祷告 以后 我的 我得到 他的爱 耶稣 就会 更加的 加倍 加在 我的身上 我现在都明白了 真的 有的时候 真的不要给 杂大魔鬼 来 从我们的 破口 进来 掌控 掌控 这个是 真的是 掌控 这个是 那个邪灵 别人 来 在我们的 身上 来 嘲讽 我 我嘲认 别人 那个 杂大 就 嘲讽 我 真的 不学 这样 我 现在 明白了 我把 我 就是像 刚才 学习 我们的 心在 哪里 我们的 爱在哪里 那个什么 怎么说 我们 我们的 心在哪里 财宝 就在哪里 我们要 真的 我们的 心要在 天上 在永生 有后 我们 做的 不够的 我们 做的 不够的 我们跟 神说 我们哪里 做的 不好的 我们在 祷告的时候 跟 交心 跟神 来 交心 向神 聆听神的 声音 让神的 声音 进入了 我们的耳朵 我们知道 哪 做哪 对 我们不能 跑在 神的 前面 真的是 做的事 做完了 才去问 神 那是 不对的 我们要像 那个 活书 耶稣的 样式 也要像 耶稣 那样爱 不值得 爱的人 耶稣 都爱了 我们 我们也能 像耶稣 这样 做得到 今天的学识 给我的 体会 是让我 认识到了 认识到了 我的掌控 是不好 不论是 掌控什么 都是不好的 让我 受到很多 哈利路亚 也让我来 学习了一个 怎么样爱别人 怎样 不讨 自己喜欢的 也要爱 用祷告来为他 祝福 感谢赞美主 送主的名来祷告 阿们 哈利路亚 感谢主 让我又收获满满 今天让我 受益匪浅 通常呢 我提过到 通常 让人们无法控制自己的时候 就会想要去 控制某个东西 或者某个人 拿人 或者东西来 出气 这些呢 都是这个 邪灵的操控 邪灵 巫术 会使这个人呢 临近这个 崩溃的边缘 当他临近了 崩溃的边缘的时候 让人处于 这个失控的状态 就会很想去 找到控制感 从而呢 做出这个 操控他人的行为 去侵犯 对方的精神边界 也会使对方造成了 极大的 这个伤害 这种 掌控 也就是 没有 安全感 当人没有 安全感的时候呢 总是把希望 放在这个 一定要把 这个希望 放在这个神的身上 不要放在这个 偶像的身上 所以我们要求神 圣灵 来改变我们 平时的一些 这个习惯 操控能 或者操控物的习惯 这个属灵 最大的武器 就是爱 这个爱 就是 神呢 就是 神就是爱 是吧 爱是创造 神的奇迹的 一种原谅 所有的一切呢 都是神的爱 那爱神的人呢 也会得到很多益处的 在爱里面呢 也有盼望 有恩赐 而且说了 我们今后做事 要依靠神 要为永恒作响 经常祷告 为自己祷告 为他能祷告 我们也把这个圣经的这些话语 带到我们生活中去 感谢主 感谢主 圣经 来装备我们 感谢主 哈利路亚 奉主耶稣 基督的 圣名求 阿们 阿们 感谢主 这个哈利路亚 这个掌控 想掌控别人的委员 因为就是没有安全感 就是把这个安全感 放在了这个错误的地方 而不是放在这个 求神的 这个 求神的这个境界界面 这图约说是 根本的原因 但是我们要解决 这个根本的问题 那就是要 学习神的话语 按照神的旨意去做 把希望和安全感 就要放在这个神的身上 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喜乐 那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人 真的影响人 所以要多祷告 要让自己活在这个神里边 所以神 多多地缺乏我们 帮助我们 深挖到那个根源 是的主啊 帮助 也帮助 有在把那个安全感 放在错误地方 比如说我的孩子 的事业啊 上面的 帮助 帮助 也开启我 把房子盖在磐石上 就是 要多多地求问神 如果再遇到 看人不顺眼 看孩子就心烦 或者是看那些 这个讨厌的人 讨厌呢 真的要多多求 问为什么 问找到 也不光是 在那个表面上 是饶恕原谅 反反复复 兜兜转转 是的 找到了根以后 就可以连根拔起 就像耶稣一样 斩草除根 嗯 是的 这些帮助 帮助 也帮助 我自己 不要受了那个 邪属无数的操控 去操控人 喜欢 说 说呀 跟别人说呀 让别人来 同意我的 说法 按照我的方法去行去做 也帮助我能够 分辨 别人对我的一些操控 感谢主 也求助 加添那个爱的恩高 给我 也帮助我能够 用这个灵界最厉害的武器 能够爱 去爱那些不值得爱的人 确实很难做到 一下子可以 一下子又不行 感觉 嗯 主啊 也求助帮助 连结于你 嗯 常常的 导过没效果 常常求问 也常常的 能够 识破 识破那个 魔鬼的轨迹 一切 一切的 负面的新思念 就 不跟魔鬼同意 嗯 反倒是 神的一些应许 主爱 帮助我要 与神同意 是 啊 是 也求主 也帮助 我操练 看到永恒 不要看到今生 多多的操练 啊 聆听 聆听 就是爱 帮助我多多的 安静 能够听 听我的家人 听别人 更有耐心 帮助我更为 也有那些不可爱的人 去祷告 多多的祷告 而不是为 只为那些 自己喜欢的人 祷告 也帮 也帮助我 能够学习 谦卑 谦卑下来 能够 呃 为人能够 下地 那个 降卑自己吧 去 愿意去 帮助啊 或者是 聆听别人的 这个苦情 能够 也为 呃 神来提升我 来 来 来这个 与神同工 啊 感谢主 也 求主 加添 我们这里 每个姐妹的 这个 能力 登高高 我们 帮助我们 多多的操练 从那些 我们 看不顺眼的人 不喜欢的人 开始操练 哈利路亚 感谢主 祷告 封耶稣 这个得圣的名 阿们 阿们 感谢主 哇 感谢主 圣灵 亲自的 开启 每一位姐妹 哇 太好了 太好了 主啊 我们 真的是 头脑知道 很多大道理 我们真是 感谢主 圣灵 亲自来 开导 每一位姐妹 让我们 心里 心里 明白 心里 能够得到 你的这个 神 属神的 智慧 属神的 这种 这种 understanding 这种 知识 能够 知道 神的 心意 能够有 基督的 属性 能够有 基督的 心 有神的 属性 真的是 神爱 世人 真的是 信望 爱 里面 爱是 最大的 哇 真的 也是 最不容易的 最厉害的 功夫 也是 最不容易 练的 所以主 我们真是 感谢 感谢 你 开启 每一位 姐妹 求主 在这个 以下的 这个日子 在我们 每一个 子内的身上 有更深 这个爱的 工作 主啊 你真是 利用 这些旁边 这些 讨厌的人 什么 不好的 事情 来 练经 把我们都 练成 纯经 练成 真的是 精 金 这样子 我们真的是 毫无瑕疵 像基督 像基督的 那个 基督的 新娘 基督的新娘 真的是 毫无瑕疵 谢谢主 这样子的 练我们 求主 帮助 我们 凡事都 凡事都 来祷告 询问主 不要 靠自己 好 不要 不要靠 自己 是我们 常常是我们 最大的偶像 真的是 不要靠自己 也不要靠别人 好 让主来 练尽我们的爱 好 因为我们爱 家人 可是我们的爱 常常 往往是伤到 我们常常都伤到 我们自己 最爱的人 我们自己 也被最爱的人伤到 所以主要 我们要 让你来 练尽我们的爱 把我们的爱 练尽 好好地开始 爱旁边的人 感谢主 这么地 爱我们 给我们 这么多的开启 我们现在就是 真的求爱的恩高 恩高 这样子 像那个 油浇在 亚伦的 头上 这样流 流到 胡子 让我们真的是 我们的恩高 满满 满满 满意 我们的福飞 满意 留到 我们旁边的人 大家都 都受益 感谢主 谢谢主 我们把以下这些日子 交在你的手里 求主 每天保守 步步保守 感谢主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告 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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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